美國CDC的發佈的這個警示的話 並不是說禁止來台灣 而是警示他們的人民 如果要來台灣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到台灣的這個疫情的狀況 有關於CDC的這個旅遊警示的標準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標準 那如果說看我們最近 疫情的這個發展的確是有升高的這個趨勢 但是美國CDC的發佈的這個警示的話 並不是說禁止來台灣 而是警示他們的人民如果要來台灣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到台灣的這個疫情的狀況